字幕作词 李宗盛 回来啦 别这样 败娜那个人 我也知道有多难对付啊 她要是不松口 你能有什么办法啊 你这边过得去吗 勉勉强强吧 今天也算是稳住的阵脚 但是 没收购的股份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十六 在外人看来 其实跟崩盘没有什么两样 你要加班吗 可能要忙到明天早上了吧 我陪你吧 好 喂 让芸师同接电话 谁啊 谁啊 芸总 不好意思 我没有存您的电话 带总裁 这么晚了 你有什么事吗 我就直说了吧 红顶表现得不错 实际上 超出了预期 我决定 修改一下游戏规则 您的意思是 苏氏会停止 对红顶的收购 二十四个小时 您说的是真的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你有个好丈夫 珍惜吧 怎么了 我们有机会了 但那又给了我们一天时间 真的啊 嗯 你们今天一直在一起 都干什么了 我没干什么 真的 真的 吃点泡面吧 干什么 既然有了时间 我们就要组织反击 我现在去召集所有人开会 爹爹 爹 小雅 哎呀我的宝贝 都这么晚了怎么跑过来 有事吗 我听说 苏氏 不 吴总管 要和红顶 开战了 啊 是 你看到新闻了 为什么 这是在做生意 做生意嘛 就会有竞争 可是妈妈说 生意就是合作 当然 主要是合作 可有些时候 更需要竞争 那 你会不会对段飞哥和石童姐怎么样 想到哪儿去了 这只是生意场上的竞争而已 即便是到了最后 红顶集团输了 我们也会收购的 让段飞和云石童 继续留在原来的位置上 那 如果是我们输了呢 苏氏 就没了吗 这 唉 小雅 小雅 有些事情 还是不知道的好 知道了你会不开心的 如果是普普通通的生意 我知道了怎么会不开心呢 是不是武总管 又要用一些下散烂的手段 生意场上 成者为王败者扣 是无所谓 高地贵贱之分的 爷爷 你从小不是这么叫我的 你告诉我 要做的正 行的端 不能有双重标准 是 可是小雅 因为你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 只要你好好地享受生活 就会很幸福的 可有的人 是没有那么幸运的 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 是不得不用尽所有手段的 爷爷 那这一次 是不是和爸爸那个时候一样 不会 小雅 你也跟你说过 别再提那个人了 把他忘了吧 你就告诉我 是不是和爸爸那个时候一样 不会 你骗人 吴总管根本就不会放过段飞哥 他就是那样的人 小雅 别再胡闹了 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 对吗 段飞哥现在是我最爱的人 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 如果我怎么会伤害他 我绝对不会原谅爷爷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小雅 好了好了小雅 别哭了宝贝儿 不哭了 不哭了 你放心吧 他没事的 也有分寸 也有分寸 利用新闻媒体施加压力 是把双人剑 弄不好会害人害己 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正举举指向我们 再说那些媒体就是强楼草 我承认 你的策略确实很有压迫力 但不要操之过急 我明白 您怎么来了 斯特林集团总裁戴娜 刚刚发了一封邮件过来 你看看 无理取闹 这算不上什么无理取闹 他们的立场不过是希望 天海的三巨头 争得越凶越好 如果我们一下子吃掉了宏顶 对他们来说未必有利 他们就像我们三家集团 耗尽杂举 我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才这样决定快过来的 既然人家开了口 你也得适当调整才是 学兴 你掌握着关系资金 信息三重优势 利用这些东西赢得一场商战 算不得什么 是我冲动了 看似在满足各方的条件 实则是从他们没有算计到的地方 扩大优势 这才是你需要的技巧 明白吗 我明白 你真的听进去了 我不如大哥 既然这把椅子我已经交给了你 你愿意怎么做是你的事 不过对宏顶的收购 起码得暂停二十四小时 你看着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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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累了吧 回家吧 好 好 累死了 我先去洗个澡 去吧 你想不想吃点你也削啊 不吃了 我起来就直接睡觉了 好吧 嗯 现在媒体对我们和苏氏的支持力一半一半 好 这已经是超出界限了 如果连媒体也站在苏氏那边 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明天我的任务是什么呀 不知道啊 先回集团看看吧 我觉得 我什么都帮不了你啊 怎么突然说这种话啊 我帮不了你是事实啊 我没办法帮你见投资人 管理的事我也不懂 那你就在办公室保护我的人身安全啊 这事你说 如果韩志明在的话 他会帮你不少忙吧 他现在还在国内嘛 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跟秦雪联系过了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明天给他发个邮件 嗯 问问吧 但是 我估计他是不愿意回来的 好吧 我先睡了 快睡吧 嗯 有没有 林总 事情有变了 怎么了 又一部分投资人 和我们段开联系了 但是您不是说 苏氏已经暂停收购了吗 我们觉得好奇 就去查看了一下 结果发现 苏氏正在将他们自己的股份 出售给我 我们的投资人 什么意思 他们这是用交叉持股的方式 来将我们的股份无效化 交叉持股 意思就是说 投资人同时 因为我们两家公司的股份 仗以来 股东就不会站在楼上 这样的话 投资人反而会愿意看到 一家企业被另外一家企业收购 现在情况怎么样 大概有占据权4%的股东 保持综艺态 这部分人等于是给苏氏收败了 等24岁月后 他们会立刻将自己的股份 耗给苏氏 我们不能反过来买走他们的股份吗 苏氏集团的投资朋友 想财大气粗 光是在资金链上 我们就有量级的差别 不能硬碰面 刚刚联系的萧总和赵总 他们也买进了苏氏的股份 我们暂时说服他们观望 观望和抛售只是时间上的差别 这样就是1.5% 给我看一下文件 志明 今天想说点什么 天天都吃一次外卖 你今天想吃点什么 我跟你说话呢 好好好 都听你的 都天心不在焉 都天心不在焉 你都听到什么 喂 您好 什么呀 段飞 你为什么找我 洪迪遇到了麻烦 你肯过来帮忙吗 为什么我一定要帮忙 对手是苏氏集团的新董裁 吴学兴 他资源丰富 手段也多 云顺图对付不了 所以对付不了就来找我了 是吧 为什么我一定要帮你们 如果云顺图允许 我把我的股份 全部让给你 段飞 如果我现在 去找吴学兴 帮他拿下红顶 说不定整个红顶集团 都是我的了 我还用这些股份干什么 韩志明 你这是什么话 什么话 段飞 你听清楚了 红顶 现在和我们有半点关系了 再见 你们是出什么事了吗 你就不要打电话问他们了 如果他们打电话给你 你就直接让他们问我 韩志明 你怎么回事啊 你每天都在这儿看 关于红顶的新闻 红顶真的出事 你又不回去帮忙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到了万不得已 我会帮忙的 但是既然只有段飞给我打电话 这说明他们还能坚持一声 怎么办呢 小雪 你不是还要上班吗 你快去吧 好 林总 这就交给你了 怎么了 韩志明不肯帮忙 要不要把他抓回来 跟我走 定好了 就算你去找他 他也不一定会松口的 他一定会的 韩志明毕竟是红顶的一份子 为了红顶 他和韩苑葬付出了那么多 他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红顶倒塌 他要是以前 我相信他会 但是现在的红顶 别想那么多 我一定会带韩志明回来 在那之前 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就算再坚持也只有这些时间了 如果明天之前 你代表韩志明 红顶 红顶就岌岌可危了 戴纳和我们约的是几点 明天晚上十一点 十一点以后 苏氏集团 又会重新回购我们的股份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储备力量 大概在明天中午 他们很有可能就会跨过 百分之三十三这个点 我们手上 现在拥有百分之三十一的股份 加上公司的一些小高层和小股东 勉强能超过百分之五十 这样以来 苏氏还不至于能威胁到我们 但是 他们一旦跨过百分之三十三这个点 在股东大会上 他们就会多了一票服务权 我明白 那时候更多的股东太多了 会开始摇摆 而且很多公司高层 也会偏向于他们那边 如果明天中午 还没有任何改变的话 就很难挽回了 我的飞机还有多久 还有一个半小时 我会安排人送你去机场的 在我带韩志明回来之前 你一定要坚持住 你能做到的 过去吧 这份就行 怎么 刘总 我们持有天浪的股份 已经超出了约定的时间了 天浪和红顶这台大室这么好看 我还没打算打顿他们 刘总 希望你明白 风筒公司 持有一个集团的股份 这么长时间 对我们资金的活跃性 会有很大的伤害 好了 我知道了 二十四小时以内 我会着手处理这些股份 你回去准备文件吧 谢谢 最近没见你出门啊 在这里看看你们商人的战争 也挺好玩的 就是啰嗦了点 跟打兔子比起来 补鲸当然是要麻烦一些 更何况还是三支 喂 刘总 集团的账目做好了吗 已经全部统计完了 万千工作按您所的安排 等会儿我给你传出一份文件 照着这份文件 把所有集团内部能运行的资金 全部注资到普拉斯风投公司 刘总 您确定是风投公司吗 如果是风投公司的合同 就算吴总裁那边 从总公司下命令 这些钱也调动不了 你不要多问 照做就是 好吧 最后春风的时间定了吗 你会等到的 今天晚上你就住这儿吧 从今以后啊 你要在我身边村部部里 吴总裁发现钱被押在了风投公司手上 肯定会派人过来 到时候 有你打神拳脚的机会 喂 马杰 老大 今天我不在天海市 让王沫和姑姑不要乱走 再在天堂就把待命了 如果对手有别的动作 要靠他们俩来应对 好 还有件事要你办 你说 我有进学工作单位的进学 但是为了不进冬寒之面 我没有连续心血 你只要强那个位置 最好是能查到亲血的位置 我时间有限 好 在你下危机之前 我把相关资料发到你电话上 好 那就这样 嗯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出大事了 什么 天海海务银行说我们的保管期限有疑问 把公司的信用评级给降到B了 你确定不是B加或者A减 是必 现在我们的借口额度只有正常的三分之一 这件事情不要外泄出去 还有多少人知道 出问会计股的人只有我知道 您快回来吧 尽你所能封锁消息 等我回去处理 好 魏总 怎么了 三家风投公司发来文件 不允许我们取消合同 他们怎么说 措辞都是一样的 不让我们松口 如果我们不取消合同 洪顶的资金链就麻烦了 他们怎么知道 我们要把洪顶的钱放回去 他们是什么时候发来的文件 同一时间 三家风投公司 同一时间 不会吧 我怎么知道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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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你给韩志明打电话 来 萧雪 你给韩志明 你去哪儿啊 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回家了 没看见你 在哪儿 谁跟你在一起呢 没有啊 是不是乱飞 不是 你 你听我说 喂 他说他在哪儿 他没说 没关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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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跟韩志明打电话了 你能订阅他吗 用你的手机再给他打一次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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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要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看到你的手机是吗 好的 你喂 老大我发现 这边有一点东西 都已经回来可能用到 知道了 待会回去再报告 好的 怎么样 你知道这附近 哪里有公园吗 公园 跟我来 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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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的是九点一刻 现在都快九点半了 大家先别着急 咦 徐总监已经过去催了 本来就是无限加班 现在还有人要迟到 反正也是悲人将军 无奇可走 大家坐在这儿开会 还能喘口气 放你回去 加班你还能做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好了别吵了 你什么意思 先坐下 我知道你们压力都很大 所以更不能吵 如果连你们都扛不住压力的话 那外面辛苦的同事 他们的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啊 我去找他 林总 怎么了 林总 没事 你说话 人都不见了 什么 有心事 下午就没来 有心事 晚饭的时候走了 我找到他们的司长 您看看 这些走道的人 你以为有3%的技术股啊 林总 你以为有3%的技术 现在离11点8还有多久呢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会议照常进行 只有这几个人 去叫个部门的副总监 办公室主任 过来顶上这些位置 红顶不是少谁 就不能运作的集团 就算少了一两个总监 我们也要拼到最后一个百分点 快去呀 终于去 迁之明 志明 志明 现在是红顶最需要你的时候 如果你心里有红顶 现在就回去 我心里有红顶有什么用 我已经被抛弃了 最后红顶选择的是云诗童 不是我 那些丢掉的东西你可以再找回来 找回来 所有的一切都能找回来 我爸能找回来 我起码可以守住你爸留他的集团 算了吧 你们清空了我爸的旧部 回购了我的股份 现在需要我的时候 又盼望着我回去救火 如果你回去 你是红顶的英雄 如果你不回去 你们韩家父子在红顶的历史上 没有什么好名声了 韩正明 你干什么 你没事吧 红顶今后的一切 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如果没关系 那你为什么会生气 红顶的死活都无所谓 那到时候谁会记得你和你爸 那到时候谁会记得你和你爸 你没有一天不去看天爱上圈的消息 既然放不下 为什么不回去呢 如果 我们一天不结束这些事情 就一天不能开始新的时候 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 我放不下来只有结果啊 我倒是要看看 我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我走错了路 还是我们选错了人 还有运势都很争气 马上就知道答案了 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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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救我干什么 你怎么会这样 他们应该是放不下红顶啊 越放不下 越感到失败 如果他不原谅师徒 我们也没办法 现在怎么办 要不然去我家 给你做点吃的去 现在吃的为了不让苏氏 拿到百分之三三的股份 正在这红顶上下的员工 和苏氏玩命 这种生活怎么吃得下 当时那样韩志明辞职 确实是太草率了 没想到对他的伤害这么深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 也不是集团的错 换做任何一个人做总裁 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当初离开集团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怨恨 只是现在时间越久 越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我原本以为这些事情 都可以清清楚楚的 但是感情方面 会让人看不清是非 如果是别人那倒算了 但这个人是韩志明 他们那么理智的一个人 竟然会连这么简单的道理 都不明白吗 只要感情够实 谁都会被蒙着双眼罢 我真的不知道 他到底是放不下红顶吗 还是放不下他父亲 或者两者都有 我害怕 不会摔疼的 你试一试 不好 我就怕 我明白了 什么 我知道韩志明又想不肯回去了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大夫人 最新鲜家 我答应的 刘纳